想象一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你正在一家富有情调的咖啡店里喝着咖啡 这家店你已经来过非常多次了 每次来都有一大堆City Boy跟你一样 坐在这里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 这种环境让你感觉非常轻松自在 因为你已经完全融入潮流这个圈子了 知道 我最近淘了一件卡好的外套 淘了一双后底皮鞋 City Boy早看秃了 我相信你心中一定没有答案 因为跟City Boy那种有所谓的固定公式对比起来 City Boy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有类似GolfCore的有类似Vibe的 有类似韩版欧巴的 甚至还有类似City Boy的 所以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 基本你在过去两年里能想得到的潮流风格 居然都被不同的博主们纳入了CleanFit的范畴里 那你们觉得这里面几位博主的穿搭 有哪一套是比较符合你心目中的CleanFit呢 各位可以先在弹幕里标出来 我觉得你们的答案应该会比较多样化一点 其实我也不知道CleanFit到底是怎么在国内活起来的 甚至在网上都找不到它活起来的源头 毕竟 每位博主都代表着不同的门派 不过在理念上我觉得它有点像汽车的外形和内饰 例如在十年前我们的汽车还有一大堆的物理按键 和各种风格鲜明的大灯 那现在呢就只剩下风格统一的咪咪眼和大屏幕 不同的行业相似的变化 所以这里是一张进化图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进化 其实也是一个从森林迈向城市的过程 实际上穿搭也是如此 各位看到的也是一个从街头小巷到城市CBD的过程 各位回顾一下过去就能发现 最近几年潮流趋势没有往前前进一步 他们就会朝着大众化的方向推进一点点 变得更加无趣 变得更加没有个性 变得更加高大上 同时呢也变得更加简洁 那么现在各位应该有一丢丢这样的感觉了 在过去大众一直在追求潮流的个性 而现在潮流反过来 正在不断贴近大众的审美 比如当City Boy已经烂大街不再是主流的时候 他们就会顺应潮流在City Boy后面加一个Tag 而实际上呢这套搭配跟CleanFit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很多人都以为CleanFit的重点在于Clean 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将身上图案文字都去掉了 那就是一套简单的CleanFit 根本不需要搭配啊 Muji里面啥都有 那么为什么CleanFit能分出这么多个门派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当你翻开字典 你就会发现Clean有很多种意思 总的来说目前CleanFit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干净男孩 然后另外一种则是文明男孩 干净男孩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 而文明男孩则活跃于欧美地区 这两种男孩虽然都被称作CleanFit 但其实他们不同中也不同源 这大概就好像你在网上搜王建国出来一大堆名字一样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爸妈都很爱国 OK我们先来看看干净男孩 干净男孩是City Boy的一生之敌 我的意思是除了因为他们一个来自日本 一个来自韩国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两种男孩 他们就像便利店里摆在一起的可口可乐 跟百事可乐一样 活动区域达到了高度重叠 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City Boy显得更加阳光 更加健谈一点 呃干净男孩呢 头戴都冒 匆匆赶路 照片里永远都是一个人 他们会显得更加内向一点 因此干净男孩会比其他男孩更加注重内代美 例如他们会把原本系在腰间的皮带系到肚脐眼上 然后再把卫衣翻出来盖住 目的就是为了让卫衣变短变蓬 再加上微辣牛仔裤和后底皮鞋整体组成的曲线 然后整体看起来就 就真的有点像芬达 有 有或者像 广州塔 少不了的当然还有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声音的耳机 自闭元素直接拉满 严格意义上讲 干净男孩大部分都会从两年前的vibe风格继承过来的 除去一些花里胡哨 棒球夹克和鼓桌短袖 剩下来的就是他们所说的clean fit 而且你可以在这种clean fit的穿搭里看到很多过往风格的元素 例如坎爷卫一一的版型和闲鱼翻身的卡哈 keyway十足的裤子 各种be retire的平地 还有彰显自闭的y2k耳机 干净男孩经常说clean fit没有固定的公式 要的就是一种简单轻松的氛围 没有错因为它原本就是一锅东北乱顿 它只是将很多过往的潮流风格元素融合到了一起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很多外国人都在穿的 clean fit怎么穿 首先来一条镜色牛仔裤 再来一件镜色卫衣 鞋子选择一双小皮鞋 最后加一点点小配饰 实际上国外根本没有多少人在穿这一种clean fit的风格 最多人穿的就是在咱们国内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些博主是外国人 clean fit 所以为什么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到后面的fit呢 其实有的文明男孩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加直观一点 clean并不能代表clean fit 性冷淡男孩同样也非常clean 但它不能代表clean fit 因为clean fit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 虽然干净男孩跟文明男孩都被称作clean fit 但各位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出来 文明男孩并没有干净男孩那么多的潮流元素 同时他们又比性冷淡男孩多了一丝细节 仿佛无时无刻都在说 街头潮流是小孩子玩的 歌是时尚人士 歌是熟男 因此在选品上他们会选择更多的时尚品牌 而这就意味着价格更加的贵 文明男孩最爱Course ALD ACNE 包括 的分子鞋 同样也在他们的购物范围内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 文明男孩都会比干净男孩更加具有吸引力 因为文明男孩通常不会表现的像小屁孩那么叛逆 看起来更加有文化更加温柔 在剪接基础上更加讲究单品的质感和兼容度 整体的搭配会更加和谐 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因此你看到文明男孩通常都不会有潮流恐惧症 更多是一个酸子 但同时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个女朋友 要想穿出文明男孩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把握搭配上的松弛感 你不能像City Boy一样动不动就oversize 稍微宽松一点就好 也不能像干净男孩一样做过多的堆叠 你需要尽量选择线条俐落 并且面料没有那么硬挺的单品 不过说句老实话 即使你把这些单品都买回来 你还是成为不了文明男孩 因为你太胖了 毕竟你想想你要撑起这些单品的同时 还要显得略微宽松 你觉得这样的身材简单吗 所以我的建议是 直接放弃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只潮流男子图件 干净男孩还是文明男孩 各位更喜欢哪一种 又或者说都不喜欢 不过有一说一 虽然很多博主都说 CleanFit是前段时间大火的一种风格 但实际上像干净男孩这种穿搭 它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 甚至都算不上主流 而更加主流的文明男孩 又比较难以驾驭 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 各位不用急着入坑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风格想看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会继续更新这一个潮流男子图件系列 那么我是潮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